排排排 急急急高雄岡山火車站 民眾大排長龍 為了救世道空軍官校一睹 戰機風采 轉搭接駁車 跟著動線上車 但搭車民眾從火車站排到外面 省道一路也塞塞塞 接駁車從岡山火車站出發 再到捷運南岡山站 最後抵達空軍官校路程5.4公里 平時只要花十五分鐘 這回等車加塞車兩小時起跳 交通大打劫 光等車就花了兩個半小時 真的快封掉 連特級表演都錯過 氣壞了 這次空軍官校 開放日湧近七萬人 一半不行 一半搭接駁車也是高達三萬五千人 空軍官校一共出動五十輛遊覽車 一趟載兩千人得跑十八趟 人多 車不夠用 不僅搭車排隊排到封吊 營區內方便民眾遲遲喝喝 攤販擺攤賣小吃 民眾吃完東西亂丟 滿地垃圾倒出飛 真的要發揮功德心 隔壁鐵皮棚子下 中午時間因為椅子不夠 民眾坐在地上吃午餐 甚至有人倒在地上 狐狐大睡模樣狼狈 民眾苦衷作樂 能看到戰績就心滿意足 空軍官校營區開放日盛大又熱鬧 交通大塞車等等問題 空軍官校低調不回應 也讓整場活動顯得美中不足 記者王嘉慶 王書宏 高雄報導 水民附近